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和大家看一個新聞, 這個新聞我見到都覺得幾搞笑的, 山東青島是北方一個比較出名的海濱城市, 沙灘一直都是很多人喜歡去的地方來的, 但是最近這個沙灘竟然有不少的客人在這裡,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客人呢? 甚至乎有網友說看照片以為自己去了非洲部落, 實際上原來這群客人就不是真正的客人, 是中國人來的, 是當地好喜歡曬日光肉的大叔來的, 因為他們曬到自己整粒朱古力那樣, 他們現在的名字叫做巧克力大爺, 這一個巧克力大爺甚至乎上賣新聞上賣報紙的, 他們是叫做青島沙灘上出現的新特產巧克力大爺, 就說這群叔好喜歡整群結隊, 沒事做在沙灘上曬日光肉, 如果你不看標題的話, 可能真是會以為自己去了非洲, 因爲他們都真是曬黑得幾雲巡的, 那些膚色是可以接近黑人的, 但是這樣曬法對皮膚是不是一件好事呢? 因爲如果沒塗那些什麼太陽油啊, 或者是你就這樣曬那些皮膚應該是會曬傷的, 還有這樣曬法會老得特別快的, 不過可能現在大家都流行曬黑自己, 曬黑一點就覺得好看, 因爲我自己剛剛看這個新聞的時候, 我只看圖片啦,我以爲, 嘩,怎麽事啊, 青島那裏現在咁多黑人呢? 那邊有些什麼政策, 那些什麼大學給那些黑人去讀嗎? 不過我自己就不太喜歡曬到咁黑了, 好啦,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